攝影企業有限付款 哈哈哈哈 三位都到齊了嗎 是在裡面看嗎 對啊 好尷尬 準備開始 而且在做麻煩 這一個 只有一個 只要一個 這個 這個真的可以煮嗎 七 七 七 有耶齁 吃 音 好尷尬 怎麼會 那我要洗澡 那我們就那個 有浴缸 天啊 我們就準備開始 這樣 然後那個 大家可以進來坐 這裡有些軟墊 大家快點進來坐 我懷疑等一下會下雨 怎麼會 然後 然後是這樣 這個空間 叫那個自由小屋 那自由小屋的話 就是 他是一個那個實踐大學的一個 教授 如果說錯的話可以請那個 槍林大廚馬上指證 這是一個實踐大學 教授的作品 然後他在台灣各地 那個巡迴然後到台東來 那台東的那個 負責人是我們 槍林大廚 只要裡面有表演 他就會在外面做一道菜 然後分享給這邊的人吃 就是蠻有創意的 然後裡面的一些 裝潢或是一些擺設 都是 都是那個 槍林大廚的 的作品 好 那今天 今天其實是這樣 今天是有主題的 今天是講那個 志偉哥哥的革命史 其實今天是很嚴肅的一個 一場音樂會 然後就真的也很嚴肅 然後 然後人 人也都那個 就隨人 隨人到場 那我先唱一首那個 吳智宁的全心全意愛你 完以後 我們再開始嚴肅的部分 我要開始了 好 好 哈哈哈哈 唱這首歌 唱這個歌 あり不去 語音樂會 吳智啡 找你們 什麽 聽起來 韓芙 掛聲中不只是自信的好路 也有感謝蓋依倫 疼痛 蓋優惠 我全心全意的愛你 親手愛自己的無情 不是你的土地 疊白香 因為你的懷抱 這樣啊 溫暖 我全心全意的愛你 親手愛自己的無情 不是你的無散 疊白香 因為你用淡苦的念 是大了有 我全心全意的愛你 親手愛自己的無情 不是你的土地 疊白湯 因為你的懷抱 這樣啊 溫暖 我全心全意的愛你 親手愛自己的無情 不是你的無情 不是你的無情 是你的無情 疊白豐富 因為你用淡苦的念 一大了有 你這世 大大的世界中 燒燒 一個土地 在你懷中 大了有 我也放血 我每日於 我每日於 全部都開來 情出對你的情節 我實情 有只想 真心的法子 也有感謝 跟他亦 聽痛 跟友喚 作曲 李宗盛 好 好 完了 那開始正式那個 就是 進入最後一個的革命史 那其實 今天會有這個 算是提案 主要也是因為 因為之前的那個福茂事件 然後就 就是大家這個社會上 充滿那個氣氛 然後但是在台東 其實 當然氣氛沒有那麼的濃烈 可是其實我們 或者是我們身邊的一些朋友 其實都有感受到 只是說 在台東做這件事情 是一個比較 比較大的挑戰 那我就 然後我就和黃靈群 討論 然後就 就決定有這個提案 然後是講那個 做一個革命史 不能 因為我的 再大聲就爆掉了 電腦喇叭就爆掉 那其實這個革命史 不是 不是說我 我參加多少社會運動 或是做了什麼 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 那個心理的 就是青少年在 在參與 不管是政治或是社會運動這一塊的 那個 心理的那個狀態 那個其實都是 不斷的在革命 尤其是 像我是台東人嘛 然後 離開台東以後 然後到外縣市的那個 那個 很多價值觀的那個 一開始的衝突 其實是 就是不斷的在革命 好 然後時間拉回2008年 那時候是 就是跟這一次一樣 就是 近幾年有那個 水車出沒的一個 時機點 然後是 那個陳雲寧來談 那為什麼我剛才會唱 全心全意愛你 是因為 那時候後來 陳雲寧來台後 有發生了一個 那個野草莓學運 那 那個 發起點 就是在 行政院的那個 門口 也是一樣 大家就靜坐在那邊 那 那 全心全意愛你 其實在 事件之前 我就已經 聽到這首歌 然後有人喜歡 就舞致您這樣 那 那一天呢 就是 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現場 然後也看到舞致您 就是 就是有點剛睡醒 衣服還有點爛爛的 就在那邊唱 唱這首歌 所以後來我就一直都 都有在唱這首歌 那 我唱一下那個 後來野草莓運動的 那個 代表作 這後來是真的很少人唱 那時候其實有一個主題歌 不是 刀與天光 那時候 因為我期待 謝謝 然後 這首歌叫那個 野梅之聲 然後 其實做 做這首歌的人啊 他好像 就很低調 就是 真的耶 真的很低調 就是我們只知道他的那個 英文名字 然後 到現在也還有 其實 我好想認識這個人 他很低調 那這首歌其實 其實在那個 呃 在那個 運動已經 停擺很久的 時候 突然又 又有了一個 野草莓 血運的那個狀態下 其實這首歌真的 真的寫得很好 好 先唱 然後待會再 喔我今天會說很多話 因為我歌 準備很少 好 就是 來 我已經 睜開眼了 沉倒 沉過手心的疼痛 我伸開雙手 迎接四方的風 抖落自骨的操縱 我不是文是花朵 你也不用假装温柔 我学不会你们虚伪的脸孔 只会真实面对自我 我们有属于我们的梦 我们有我们的话想说 在你们背叛自己一步 我要连我们一起出手 我们有属于我们的梦 我们有我们的话想说 在你丢弃了信念以后 为整理我们选择出走 安静不代表人懂 和平不代表承受 你的傲慢再一次 躺上了我这一次 我不会沉默 我们有属于我们的梦 我们有我们的话想说 在你们背叛自己一步 不要连我们一起出手 我们有属于我们的梦 我们用我们的话想说 在你丢弃了信念以后 为整理我们的梦 连狗都在拍手 连狗都在拍手 对了